你好 欢迎收看4月7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夏家会 首先带您来关心 台铁太鲁阁号初毁事故造成严重伤亡 共计54 217伤 其中伤亡最严重的第八节车厢 7号凌晨12点已经拖出隧道 车体虽然已经支离破碎成了废铁 而在拖车的过程中 车厢严重毁损一度停滞 现场人员烧纸前祭拜王者 向罹难者质疑 而事故现场目前已经全数排除 台铁表示预计在4月9号会完成铁道的抢修 4月20号完成检测报告 确认安全无余后才会通车 台铁太鲁阁号出轨事故造成严重伤亡 共计有50个人死亡 217个人受伤 其中伤亡情况最严重的第八节车厢 从6号晚间8点多开始进行第八节车厢 拖铁的作业 但因为车厢受损实在是太严重了 几乎只能被铁 只能够用拉的方式来带出 直到7号凌晨12点将车厢拖出 拖车过程当中因为车厢毁损严重 一度停滞 现场人员显烧纸前祭拜王者 上灵难者之意 经过今天把八节车厢都拖出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入里面去整理完之后 铺设钢轨还有这个枕木以及相关的电力 还有耗置的设备预计会有三个工作天可以复原 然后同步由结构安全的技师进行检测 那用仪器比较精密的方式去做出检测报告 跟建议怎么样补墙 所以我们也按照原来的目标 希望说就是在20号之前可以整个完成 包括抢修 然后复原 跟整个检测之后的补墙工作 目前事故现场目前已经全数排除 台队表示 预计在4月9号完成铁道抢修 预计在4月20号完成检测报告 确认安全无疑之后才能够通车 预计的骑程 4月10号完成所有的复旧的工作 记得中后报道